站在自己家里 看着眼前这座刚刚修建起不久的坟墓 房屋的主人龙桂娇不仅背从中来 这座建在他家门口的坟墓 从砖块 泥土 以及大理石碑的外观 都能看出的确是新建的 正如网上爆料一样 他与旁边房门的距离的确很近 而且正好堵住了这道门的进出通道 刚刚修起的石碑上 眷刻着石祖 陶寿教等字样 记者发现 在墓碑上也刻有陶清风一家人的名字 而且陶清风还说 建这座坟 他们家也出了几百元钱 这就奇怪了 既然都是陶姓的族人 而且自己还掏了几百元钱 这新建的坟 为什么成了全家人的心腹之痛 甚至不惜闹到要打官司的地步呢 除了堵住门口行走不便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呢 看陶家人说 现在不仅这间房不敢使用 就连进入旁边的饭厅 他们也感到害怕 这座坟墓是今年4月7日建的 墙行在他家绝地建坟的 是本村陶姓家族的族长陶再雄 他说陶再雄就是一个村霸 胁迫其他族人在他家门口建了这座坟墓 更出乎意料的是建坟当天 当地帮动镇政府综治办 司法所派出所等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在现场 由于两个儿子不在家 龙桂娇夫妻俩和80岁的公公一直哭诉 却也依然无能为力 除了强调有族谱记载 陶再雄还说 他们建坟得到了政府工作人员的认可 和族人的支持 但是记者在村里拿到了一份 一个名叫陶再虎的陶姓族人的声明 声明称 陶氏祖先受教宫究竟葬于何处 由于年代久远 我们确实不清楚 参与建坟是族长陶再雄喊我们去的 我们只是去旁观 所以此事与我们无关 我们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这位就是邦动镇政府的宗志办主任张继学 陶清风说的就是这位张主任 当初不但吃了他家里的土鸡 走的时候还拿了他家的腌肉 同时他也是当初同意建坟的几个领导之一 协议上也有他的名字 我们记者的面称当初挖到了棺材 然而组织建坟的组长陶再雄本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却说没有挖到棺果尸骨等任何东西 组长陶再雄说没有挖到东西 宗志办主任张进学却说挖到棺果尸骨了 我们不能理解 就在同样的一块地方 对于同样的一件事 为什么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至于当初在协议上签字的另一名镇领导刘家毛 我们也多次联系都未能成功 我们无法了解 他们当初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致国家殡葬管理条例于不顾 要求陶清风家同意在家门口建一座空分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